煞車 喇叭一下 暗命喇叭 猛吹油門 電動自行車要掛牌了 改成這一串 兩個英文字母在前 五個數字在後的白字綠底 有別於一般機車車牌 電動自行車這五個字的車牌 未來就要走入歷史 從11月30之後 就要和一般的機車一樣 選掛車牌 未來街上就看不到 電動自行車趴趴走了 立元三讀通過 正式改名為微型電動二輪車 今年11月30日以後 必須選掛車牌 還要投保強制險 不捨車主搶投降領牌 民眾還以為領牌就得繳排照稅 其實電動自行車 本來就不用駕照就可上路 也不用排照稅 燃料費 只需要領牌時繳一次牌照 300元和行照150元 而且明年底之前都免費 之後沒掛牌就上路就得挨罰 但心智實施第一天 阿公阿嬤還不太清楚 不知不知道當時 我看他鐵片子在補 這個沒有牌的啦 所以要弄牌 我也知道 當然我們有兩年的一個宣導期間 所以說如果兩年後 如果沒有掛牌納館的部分 其實就是有相關的一個罰則 兩年的緩衝期過後 不只沒掛車牌 沒頭保強制險都要罰 更不能飆得比機車還快了 萬一被抓到 有改裝煉池提高性能 最終可罰5400元 超速也會開罰1800元 TVBS新聞時局 紅宋家軍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